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议问最多的 当属李文 他是天后 已经参与了不少内地综艺的录制 此次当导师 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据传 正是因为李文那次的发飙 11强后被淘汰的周飞哥得以复活 当然李文也是绞尽脑汁想战术和对策 为的也就是自己战队的学员能赢得比赛 非常的负责 上次 李健在活动上 也是谈到了今年的好声音 他坦言 每年这段时间 大家纷纷推测今年的总冠军到底花落谁家 这次有支持梁易盈的 有力挺蔡紫衣的 有看好王泽鹏的 虽然距离总决赛录制还有一段时间 但目前网上已经传出决赛表演歌单 不少人也是对总决赛嘉宾巧手以待 哈哈哈哈 随后 李健透露 上次我还问李文 这一季的好声音 总决赛会请哪些嘉宾 对此 大家也是好奇 而李健解释 李文说要想知道总决赛会请哪些嘉宾也不难 不管是我请他吃火锅 还是告诉我总决赛如何排兵部阵 他都会考虑告诉我那么一两个嘉宾 哈哈哈哈 李文的回复也是笑翻全场 当然 本季好声音 梁玉盈 潘韵琪 黄泽鹏 蔡紫衣 李竹竹舞味 其实谁夺冠 我觉得我都不会太意外 不知道在总决赛会演唱哪些经典歌曲 给观众带来惊喜 我们也是期待冠军的诞生 也期待刘德华到达现场 历经两个月 中国好声音2022即将驶向终点 虽然到目前为止仍未官宣 但根据网络消息与往年经验 今年中国好声音的巅峰对决应该就在本周五10月14日进行 应该说 虽然本季好声音的叙事进成一红画瓢 也算一步一个脚印 但两个月里 大众发出的赞美声似乎变少了 而网络吐槽声与质疑声却不绝于耳 而中国好声音 正是在导师与学员这两大主角的互动下驱动向前的 从导师的角度而言 中国好声音2022以三老一新的导师加盟阵容为开端 与上一季如出一辙的是 中途经历了导师的变化 廖昌永因故不得不返校 由李文接替其导师席位 最终 在四大导师战队各获一个五强名额外 李荣浩战队的李楚楚力压其他六位学员 拿下了最后一个五强席位 虽然还未尘埃落定 但已经可以判断 本季中国好声音最有眼光的导师是谁 从五强的名单来看 大众普遍看好本季为二的两位导师四转学员 蔡紫衣 梁玉莹 前者 在李荣浩战队各五官斩六将最终达至五强之一的高度 后者 在李克勤老师的帮助与支持下 乘风破浪 披荆斩棘 顺利拿到五强的一个席位 因此 从这个层面上而言 李荣浩与李克勤都可谓是本季中国好声音的优秀导师 两位伯乐 是两匹千里马排除干扰毫不犹豫的向前奔袭 并最终将冲向终点 但他们还不能算本季最有眼光的导师 李文战队则由于在十一强中仅占两个名额 因此 也与这一称号无缘 所以 能够获称今年中国好声音最有眼光的导师 就只有梁静如了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五强学员里 在盲选阶段 导师四转的有两人 蔡紫衣与梁玉莹 王泽鹏或两位导师转身 廖昌勇与梁静如 王泽鹏最终选择的导师是廖昌勇 李楚楚也获两位导师转身 李荣浩与梁静如 李楚楚最后选择与导师李荣浩携手 五强中唯一紧获单转的学员是盘韵琪 为他转身的就是梁静如 因而 在四大导师中 导师梁静如慧眼十珠 在盲选阶段为中国好声音 2022的五强学员都转过身 你说 他是不是本季中国好声音最有眼光的导师呢